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的趋缓 花莲县政府也逐步放宽相关的防疫措施 全面展开防疫新生活运动 从6月1号开始将会解除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 并且也针对个人、学校、长照据点、机构以及公共场所等等 建立起健康管理的规范 成为花莲的防疫新生活准则 从6月1号开始 除了台铁解除列车上禁止饮食的规定 花莲县政府也展开了防疫新生活运动 除了本身有发烧或是有呼吸道症状、慢性疾病 以及进入医疗院所出入通风不良拥挤密闭空间时 必须配戴口罩之外 其余强制戴口罩的规范都将一一解除 疫情在台湾是趋缓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中央政府也鼓励我们 逐渐的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但这个正常的生活跟我们以前正常的生活 应该会有很多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在6月1号开始 要推动所谓的防疫新生活 当然这个防疫新生活也配合我们中央政府的政策 但是我们在除了把这个可以把口罩拿掉之外 那么还有很多配合措施 而花莲县防疫新生活的准则 在个人方面还是要勤洗手并且量测体温 发烧时就必须立刻就医 自主在家隔离等等 而机关团体则是要在入口处与实名制方式登陆 执行量测体温的管控措施 也在适当的地点放置干洗手液 每天确实做好环境消毒作业 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唯有维持放松但不松懈的态度 才能确保疫情稳定 早日回归常态生活 记者大华联综合报导